今晚的禁失禁實不禁話就由我剛才單人講述 因為呂王的功課特別和 她還要上課學習一些健康醫療的課程 適逢我們那個肥仔和我們做技術上的同事 她今天要入營 所以由小弟一個人在加拿大特別單人講述 在最近的時事來說 香港這宗禁釘案似乎還未了結 所以我謹慎起見就不在於評論 將來有多進一步的消息跟大家談一談 但是我見到很多朋友都詢問韓國或者朝鮮 和美國緊張的情況會怎麼樣呢 你知道北朝鮮和韓國危機自從北朝鮮的金正恩領袖說了一句話 他們的核彈已經瞄準了美國的關島了 這句話並不是很輕可 因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就是一個核子彈的戰爭 如果大家參觀過在前蘇聯的核彈裝備 你知道核戰爭是很可怕的 先講核戰爭的可怕給大家聽一下 當年其實是去年 我就參加一個旅行團 就去了立童園的一個地方 叫做冷戰的Museum 那時候這輛旅遊車就開了去郊外 大約走了一個多六小時 兩邊都是見到樹 和見到山路 並沒有見到任何的建築物 我們這幫人呢 等你呢 就不敢出聲 又沒有問 因為我們是自由行的 沒有問過司機 我們現在正在去哪 直到停下來之後呢 就去了一個叫做 好像郊野公園這樣的地方 進去之後呢 全部都是郊野公園的設施來的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有一個他們跟車的朋友呢 就帶我們進去一個很小的地方 那這裡很多紀念品賣 不過呢 我們去到那時候已經成五點鐘了 那我就急於進去裡面參觀 就沒有買了紀念品 一出來呢 紀念品就算你了 已經關了門 所以我實至於交臂 那麼 這個保衛館你要行這個地道 進到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進去之後呢 大開眼界了 覺得不枉刺行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那時候呢 它是一個前蘇聯的核子基地 它有五個在 譬如當時呢 這個 摩羅的河小國呢 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那當然呢 那些人民呢 是不願意的 是蘇聯的強硬呢 將它成為它加盟共和國 那麼呢 在這裡呢 建築了一個呢 這樣的基地 那個掩護性呢 就是它是一個交易公園來的 大家看不到任何設備 那裡面呢 那裡面呢 有很多種 很多個部門 有一個部門呢 就是火箭發射的場地 一個大的井 當然裡頭沒有了這個火箭 那也沒有了核彈頭 那看到的就是一個 好像詹士邦 的電影裡面的一個場景這樣 很大的一個井口 當年一定是那些飛彈在裡面裝置了 它飛去歐洲呢 或者飛去大西洋呢 都有可能性 那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聽聞的 我們都去參觀過 有一個裝核子彈頭 或者魚子彈頭的收藏室 這個收藏室呢 都很小的 是收藏到一個至兩個彈頭 那但是聽聞呢 因為現在沒有了 聽聞呢 蘇聯解體之後呢 很多人呢 進去裡面想湧一些東西 那進去這個室裡面之後呢 就出回來呢 就被核輻射呢 影響到他的身體 那又患癌 那在裡面呢 現在可能已經清理了 清理了 所以讓人參觀 那我裡面呢 都戴了防御面具呢 拍了一些照片 不過 在這裡沒有機會登出來 我們有機會登給大家看看 那 再出去呢 就看到剛才那個井 那個口呢 就是可以開關的 一個很大的 自動的鋼 開關門 在地上呢 可能之前呢 是有 草啊 樹木啊 染蔽 到戰爭的時候 就打開它 然後呢 一按鍵 然後 飛彈呢 去著核彈呢 就向著目標呢 進發 很快去呢 就到目標了 那核彈為什麼 核戰為什麼這麼恐懼呢 恐懼呢 原來呢 現在發現 當年呢 美國 已經偵察到呢 蘇聯 在它的加盟共和國裡面呢 或者蘇聯的領土裡面呢 暗藏了這些呢 飛彈 和核彈的基地 連這些呢 核彈基地和飛彈飛地呢 已經呢 有核子的裝備呢 瞄準了它 即是它們也是 人獲 這個螳螂布蟬 黃族在後 美國的核彈 也瞄準了它們的所在地 那如果一旦戰爭開始 大家禁彈呢 我們以為一個彈 就是頭一個彈 最多不是兩三個 不是啊 原來呢 是一起禁的 就是說呢 不會給敵方 對方 有得先機 讓它先炸 而自己呢 的 城市呢 或者其他呢 的人口呢 受到核彈的攻擊 那一放呢 可能是幾千個 幾千個核彈一起放過去 有些是炸毀對方的發射基地 有些是攻擊對方的首都 或者重要城市 或者工業城市 有些呢 是用來毀壞了呢 敵國的重要交通工具 如果這個世界 當年美蘇冷戰之前 大家都有幾幾千個核彈的彈頭 一經大家互相一下子 按制 投放在對方呢 就是世界上呢 在那個 按制之後的幾分鐘呢 被球呢 將會受到很嚴重的摧毀 或者甚至乎 即使在空中攔截了 核彈呢 在空中爆炸 或者不爆炸 都會造成呢 很大的核子汇染 這些核子汇染呢 會變成 會遮蔽了呢 全個空氣 和呢 空中的魂 太陽光呢 是未必能夠射到去大地上 因而呢 這些核子雲呢 環繞著地球這樣周轉的時候呢 地球會變成 一個很冷酷的地方 不適合人和粗 或者植物生存的 這個呢 有個名稱叫核冬天 核子爆炸之後呢 不是一個 是幾千個呢 同時爆炸 或者是 在一個短時間爆炸呢 是引致到呢 產生的核冬天 即使在 中間攔截 或者只能夠一兩個爆炸 這個核冬天呢 衛時呢 會是很長 人類呢 就算躲在地底 或者即使有 糧食 食水 供應 他們在這個核冬天裡呢 都要熬一段相當的時候 兼且呢 這個核冬天過去之後 即使生壞的人 出來地面 他仍然有核輻射的危險 兼且呢 泥土是不能夠再終殖 任何的植物 動物呢 也死了 換句話說呢 核子的 戰爭的後面呢 就是巨大的飢荒 人呢 就算不死在核的熱力底下 化為灰準 也會呢 感染疾病 也會慢慢死 或者呢 餓死 或者互相殘殺 人能夠吃了植物動物的時候呢 就會人相食 中國歷史呢 故事都講了這些情況給我聽 所以呢 核子的戰爭 是相當危險 是人類滅亡呢 是差不多即時滅亡的一個動作來的 大家呢不要看了 一個戰爭 核子戰爭 有戰爭呢 就有新聞了 有戰爭呢 於是大家呢 生意會興隆 不要這麼想 而呢 核子戰爭 是 是 牽累到全球的 有些人說 我躲在紐西蘭 我們躲在南太平洋的群島 完全沒有試掛 不是 核子的冬天呢 一樣是使得 你們的 那些人的生活 是巨大的改變 如果它 這麼適逢下了一些核子的雨呢 他們的植物呢 生物呢 亦同時受到災禍 央及他們 不央及他們 都是央及他們的子孫 一樣是可能呢 構成很多奇形怪狀的胎 和奇形怪狀的死亡 那所以呢 這個展覽 這個museum 這個博物館 給了我們 一個很大的啟示 戰爭 尤其將來 人類自己 發明的厲害武器 而搞起的戰爭呢 是 人類自己 毀滅自己 就算你勝 贏了 你都是失敗 你都是死亡的 不是那麼容易 生存 就算生存 你都吃盡苦頭 這個呢 就是我看完這個 蘇聯 前蘇聯 在波羅的海駐軍 還有核武器 這個 基地 這五個基地呢 有一個開放 大家呢 如果去到立陶縣呢 相當值得 要求去參觀一下 這個這樣的 冷戰博物館 你會另外一個感受 當然 我們區區小民 是不能夠 制止到這些情況發生 也沒有法子 無論你住在哪裏 你無論你住在哪裏 你無論你住在哪裏 你無論你逃離了這個 戰爭帶來的禍害 但是呢 我們要知道 還有我們要警戒 要知道每一天都要珍惜 隨時呢 隨時呢 這種這樣的滅類 滅人類的災禍呢 是會發生在我們頭上的 說回 朝鮮呢 半島的一個危機 那美國總統呢 特朗普呢 就在北朝鮮的危機裏面呢 就爆肚 爆肚就是 這個老朋友呢 很喜歡的 我承認這個呢 是一個 老家來的 就是中國人的老家 他真的做偏門生意 執生外 老家性格 老家特朗普 那他爆肚呢 就說 警告 任何以威脅 美國的呢 他將會呢 以怒火 來回應 因為呢 金正恩 這個肥仔呢 是 說 準備瞄準呢 核武器瞄準 關島嘛 關島 是不是 美國領土呢 很多人說不是 其實呢 其實呢 在以色大戰之後呢 托管了那麼久呢 在關島呢 已經是 屬美國的屬土 他們裡面是用美金的嘛 美國的法律呢 可以在那裏呢 執行的 所以呢 關島呢 關島一定是當了美國的屬土 那這個危機呢 就自然升級 他沒有說明說 核武器 他只說呢 任何的威脅 會造成美國的 引起他的怒火 這句說話呢 外交辭令呢 講得很好 那 那 在 中國裡面呢 習總呢 亦有一個表態 他說 如果 北朝鮮 是 主動 去 搞起場戰爭的話呢 無論是任何形式 只要北朝鮮主動 他 是 中國會處於中立地位 如果 美國 是 發動一個這樣的 侵略戰爭呢 去打北朝鮮先呢 他就會 站出來的 那 這個說話呢 如果 勢勢 勢勢呢 真是 是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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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骨 而且呢 有 作用的 說話來的 大家 看看 細心分析一下這句說話呢 骨在哪裏 骨就說呢 如果朝鮮 金正恩 領袖 他發動 這個 戰爭 之後 你不要指望我幫你忙 你被人懲罰呢 被人炸到七彩呢 我都不會 我都遷守防官 但是 如果美國 走第一步棋 他先去炸人 或者他先去殺人 那 他就會站起來 作出一個反應 那 就是 參戰 這樣說呢 對美國來說 也不是一個 好消息 也不是一個吉利的消息 換句話說呢 這兩句話呢 其實 暗地裡 在那個 潛台詞裏面呢 在說 北朝鮮 不要亂來 不要自己走先 美國 也不要恃強 來欺負 這個北朝鮮 其實呢 根據我們的老友 尤其是軍事專家 一定 分析 北朝鮮的軍力呢 即使說 現在他有核 核子彈 或者有中程的導彈 但是 他的殺傷力 和 他和美國 戰爭的力量 我相信 還有一排 他國家裏面呢 的人民 未必相信 但是 在世界上 客觀的分析 歐美國國 甚至 在大陸的政界 都相信呢 北朝鮮呢 金正恩的軍隊 雖然號稱 一千二百萬 有飯吃 這班人 不是人民 沒有飯吃 是敵不過 美國現在先進的科技 是沒得打的 我想呢 幾個小時後 不用一天 他的軍隊呢 或者他的設施呢 會完全遭受到 毀壞 他的核裝備呢 如果有的話呢 我相信呢 都很快去摧毀了 現在呢 一組的這個情報呢 我想已經 知道了 堵塵變道 雖然他說 自己可以發射的 機地呢 有八千個 包括流動的人 但是呢 我看 用 以美國 現在的 那些科技呢 已經呢 偵察到七七八八的 肥仔金呢 是很難搞的 那肥仔金 不動得 一定會 失敗呢 但是呢 美國也不會 某某然呢 去 進攻 北朝鮮 很多人估計呢 既然這麼脆弱的 一個國家呢 就好像 ISIS那樣 又好像當年的 利比亞 或者呢 實在沒有那個 伊拉克那樣 一舉而攻陷 就殺了那些 那些 那些 獨裁者 撲爆 這個呢 你收到一個 信息 即使你的軍力 是可以滅過 可以囂守敵人的領袖 但是呢 後面呢 引起了 的後遺呢 譬如建設 譬如收拾殘局 譬如再重新 把這個國家打理好 不歸不歸順美國 第二件事 都非常困難 譬如阿里巴 當年呢 在阿富汗呢 是放美國的 幫忙打蘇聯的 但是呢 之後呢 變成了 心腹大患 拉登本來 是美國的 附庸 誰知道呢 打完之後呢 拉登就是 策劃911 恐怖性行為的主路 等等呢 美國是受過教訓 知道了不能夠 那麼輕易 處理一些這樣的 受敵 如果俄羅斯和中國呢 不默許 或者不幫忙 它消滅了又如何呢 後面那些首尾 所謂蘇州市 是根本呢 沒有人去襲 所以呢 現在呢 很多時候呢 就僵住這個情況 那麼就算呢 經濟制裁 經濟制裁呢 是一種方式 但是呢 經濟制裁 你未必能夠 完全 掠低 這個北朝鮮的 雙方呢 還有很多呢 暗地裡的 和其他國家的交易 美國人呢 會放開一線 讓他不用死 不用死了 死了 死了 就是逼狗入窮巷 中國的兵法就是 你要開門 趕那個賊 如果你趕到他呢 挖頭腦 趕狗入窮巷呢 他回頭呢 他很大咬你一口也無謂 所以呢 也不會逼得太緊 那麼似乎呢 很多解決方法呢 我認為覺得 可能只有一個 要開打呢 開打呢 是萬不得已的了 雙方都不會呢 首先開打 有沒有擦槍走火呢 我又不敢包 也有可能性 但是呢 北朝鮮呢 是一個 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的國家來的 這幫人民呢 已經在他們父子呢 三子孫的底下呢 已經洗腦太久了 幾代 那麼 肥仔金呢 也殺盡了個顧命大臣 憎恨他的人呢 我看呢 不會太多 這個國家呢 也是一致呢 仇愛 尤其仇美 所以呢 美國這一個呢 比較頭痛 但是呢 液體通 兩樣東西 第一 北韓 北朝鮮 成日 說要 設備自己 核子的裝備 有沒有呢 那麼我根據我 老友 馬鼎盛軍 的軍事常識 也有個觀察 兩三次的核彈爆炸的試爆呢 他認為 是很輕微的 是等於一些呢 強烈一些的炸彈來的 和核彈的爆炸呢 還有一段距離 換句話說 他是 站在 不多 承認 北朝鮮有核彈設備的國家 其他可能有的了 印度有呢 埃塞也有的 以色列可以有的 伊朗呢 曾經接近可以擁有的 日本也有可能呢 可以製造到 德國固然呢 但是這些地方呢 因為 戰後呢 它是逐深國呢 它是 不准去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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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不是 以前呢 英美法 蘇 中 這個國家呢 的 獨享的 私人秘所 很多國家呢 都會有的 好了 但是呢 北朝鮮呢 未必 傾進國齡呢 都可以得到 尤其呢 如果呢 如果它 沒有了 中國大陸的 輔助呢 恐怕它呢 都 很難 能夠呢 成為一個 核子國家 那麼說到這裡呢 我就 首先呢 跟大家呢 會 回去複述一下呢 北朝鮮的分裂 在現在呢 北朝鮮的 情況下呢 就 分開了兩個地方 一個地方呢 就叫做 朝鮮 民主主義 人民共和國 那麼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名稱呢 在香港澳門呢 就一般呢 叫做北韓 什麼叫 後面那個呢 那個呢 南韓呢 就叫做南韓 朝鮮民主主義 人民共和國呢 嗯 現在執行的呢 它又不是叫做 共產主義 又不是叫做 這個 這個 馬克思列寧 或者是 史太林主義 總之 它的憲法已經改變了 已經不是 再叫做 共產主義 它叫什麼呢 它這個名字 是新奇 這個名字呢 叫 金日成 金正日主義國家 大家知道 金日成呢 就是當年呢 的 北朝鮮 民主 即是 朝鮮民主 他沒有一個北字 是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 開國 開國的人 開國的人 他在中國出生的 但是也是朝鮮族 好 然後呢 他死亡之後呢 就 他的兒子 繼位 真是繼位 世襲的 做金日成 以前呢 另外一個肥仔 那 近些 十年間 去世 但是呢 因為呢 要鞏固 這個政權呢 所以呢 叫了這個 這樣的 國家 他遵行了 一黨專政 但是他的黨呢 尤其他 他又不是叫共產黨 他叫勞動黨 這個黨呢 就用 又不是用 馬斯列寧 或者馬斯恩格斯 的社會主義 或者共產主義 為黨綱 他是以 金日成 金正日 主義 為 最 高的 管理國家的 方式 那 你知道 在當年呢 在 以大戰的時候呢 曾經呢 日本呢 是佔據了 整個朝鮮半島的 那 之前呢 的歷史 當然呢 他是中國的一個 附庸國 或者我們叫做 進攻給我們 歷朝 而 清朝呢 在裡面呢 選妃 朝朝呢 明朝啊 清朝呢 很多呢 都 都 勵俗的婦女呢 加入了 成為 中國的王妃 就當自己人了 當然了 但是 到了 日本強大的時候呢 他把 朝鮮半島呢 吞併了 他吞併了 他吞併了之後呢 他不是殖民地那麼簡單 他簡直是他自己國裡面的一個地方 那麼 在這個地方裡面呢 已經是日本帝國 是當了 日本天王 是他國 所以呢 在 現在我們朝鮮呢 也看到很多呢 日本的古建築物 也看到很多呢 中國的古建築物 因為很古的時候呢 已經有中國的文化 流傳那裡了 那我去過南韓 我還沒去過北韓 香港人的北韓 就是 其實剛才所說的 朝鮮民主主義 就是人民共和國 我去南韓呢 在南韓呢 發現了幾樣東西 第一 先說有趣一點 你千萬不要蓄鬆 像我那樣蓄鬆呢 一蓄鬆呢 那些人要當你是尖掛佬 因為呢 只有尖掛佬呢 就是蓄鬆的 或者當然 大學士啊 當然那些呢 都文化水平高的呢 都有人蓄鬆 但是蓄鬆很多是 算命先生來的 風水先生來的 那麼 第二 你會發現呢 我去過年代呢 是 很多漢文的 就是說呢 那些 南韓人呢 他們印去卡片呢 都是用漢字 就是現在他們寫的梵體字 地址 人名 title都用 他們認識的 但是他們講普通話的 不是講廣東話 我那時候因為賣片呢 和拍攝呢 所以呢 認識很多這樣的 韓國的片商 他們呢 都是 用中國人的姓氏 和用中國人的文字的 和他們交通呢 講呢 就講不了 但是呢 但是呢 用文字交通 完全百分之百點 他們全部懂漢字 漢文的 他們當然 以前也是考過科舉 也是好像越南一樣 有中文為根底的 現在的韓文呢 在南韓呢 你看到呢 那些就是 拼音的 AILU 的拼音 當年我是認識的 現在呢 完全忘記了 比如 Kamsa Amida 這個呢 多謝 Kamsa 大家 若目 敢 感覺呢 其實Kamsa 就是感謝 感謝的韓文 AILU 就是他們那些語尾 有很多呢 是 漢語呢 適用在韓語的 好啊 那麼說回呢 這個南北韓呢 就被日本呢 轉去之後呢 直至到日本戰敗 戰敗了之後呢 就 共同呢 這個英國 蘇聯 和美國呢 就 要 日本呢 退出 就 歸還呢 這個 朝鮮半島呢 給他們人民 於是乎呢 成為了呢 他們 將來呢 的 的 南北韓分裂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戰勝國裏面呢 有 蘇聯 蘇聯呢 伊泰林的兵呢 呢 是幫他手呢 成立了 這個 幫他誰手呢 幫 金正 金 金日成 就成立了 北朝鮮人民 人民主義的俄國 就以三八線呢 為一個 分界 南邊呢 就美國 的勢力呢 和軍隊呢 就幫他 保持著 就成為 兩個地方的 不同 的 政權 就分了 南北韓 那麼 在 在 這個 情況下呢 其實呢 就是 冷戰的 開始 和 終結呢 都是 這兩個世界大國 的 勢力 咬手瓜 的地方 每個想要說的就是 代理戰爭 代理戰爭就是 在人家那個地方 來戰爭打 這個 打仗 死 又不是死自己的人民 地方毀壞 又不是地方毀壞自己 是呢 是 人家的 但是兩個大國呢 也樂於這樣做 因為在那裡可以咬手瓜 可以控制到 權力 控制到呢 將來呢 在世界上的 稱霸 那麼 那麼 金日成呢 一會兒我們講到呢 這個韓戰 金日成呢 這位 北朝鮮的領袖呢 就想呢 統一 這個南北韓 在統一的地方下呢 就似乎呢 就不會 用一個 和平的方式 來去 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方式呢 指的是一個 打過戰爭 咬手 咬手瓜 看看能不能 在這個 今天發動的戰爭的時候呢 就是 恰好呢 就是 聯合國 就是 其實美國的 策動之下 發動聯合國的 投票 就 去 和這個 南韓 戰爭 要解放 在這個戰爭裏面呢 你知道呢 原來 啊 啊 啊 在 蘇聯的軍隊 和他的裝備下呢 呢 在1950年 的6月25日 不過 北朝鮮的軍隊呢 是越過了三百線 剛才說定了下來的 那條 的 緯度 然後呢 直 向 南韓的方面 進發 在28號 就是三日後呢 就攻陷了 當時的首都 漢城 後來呢 叫平壤 那這裏又有段故的 他説呢 漢城這個名字呢 中國化 應該獨立了之後呢 有他自己的名稱 直譯 直譯蘇 就變成平壤 就不用了漢城這個名稱 這個漢城的名稱呢 這裏呢 沿用了很多年了 那關了安城之後呢 就迅速呢 在落東江一帶呢 都 修復了 戰勝了一個 這樣的第一回合 那聯合國呢 就安全理事會 在第八十四號的議決呢 當年呢 當年中英發蘇呢 就 中英 總是 國民黨代表的 一定是通過了 這個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的議案 就派出 象徵式的其他軍隊 就加入主力呢 都是美國的軍隊 就真是去參戰 那參戰呢 戲都拍過了 密西亞 阿瑟呢 這個將軍呢 被二世代的英雄 被派到去 打這場仗的總司令 他呢 就 在仁川 登陸 那這部戲呢 都拍過的電影呢 大家如果看過 當年呢 都有 有些印象 在仁川登陸之後呢 他率領了這些 所謂 聯合國的部隊呢 就一路 打回頭 就一路打 這裏贏喔 因為他們的裝備啊 和設施呢 設備呢 都被 北朝鮮的軍隊呢 會 那時候來說呢 現實很多 和呢 進步很多 打到最後來呢 他不止 遷越過 三八線 打回頭 就 將 北韓的 首都呢 北朝鮮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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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洋都打了下來 那麼使得呢 今天呢 率領的軍隊呢 就一路 退 退到去呢 中國的邊境 那麽 在 中國來講呢 梅雅東 管理下的 中國共產黨呢 對於 這個 聯合國的軍隊 或者美國 為主 的軍隊呢 覺得應該呢 幫手 反擊 於是乎呢 北京呢 就派遣 人民 自願軍 就參加 人自願軍呢 他用這個名字呢 其實呢 用得挺巧妙的 就是 不是精兵啊 又不是 幫手打仗的 是人民看不過眼 自願呢 去幫手 打回這些 這樣的 美軍為主的 民入國軍隊 或者呢 這個世界邪惡 或者呢 資本主義呢 入侵 北朝鮮的軍隊 於是乎呢 兩 這個 人民 裡面的 所謂 戰 部隊 人民 戰軍 加上 加上 剩下 剩下 無幾的 北朝鮮 由金日成率領的 軍隊呢 就 反攻 在反攻裡面呢 呢 就 聯合國呢 的 美軍呢 就進行在平洋 沒有差別的轟炸了 那 這場戰爭呢 打得相當燦爛 那 在香港來講呢 我們講回香港呢 在這個五幾年 我們剛才講的 五零年 開始 這個 這個北朝鮮的 南北洪戰爭 一直到五三年 才 有決議 停戰 在這個時候呢 是 英國呢 是順應著呢 美國的禁運呢 是 制裁著 北朝鮮 即是說很多呢 藥物啊 資源啊 很多物品呢 是 不能夠 運送 你轉頭講來 是不運送去 他們的敵方 那當然呢 包括呢 派了人民資源軍的中國 那但是呢 這個是 明路而已 暗路呢 很多呢 這個 所謂 走私活動呢 就出現了 也有很多呢 當年 所謂愛國的 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走私客呢 都 從中呢 運輸了很多 醫療啊 物資啊 就算不是軍事物資 是其他 先進一點的 無線電物資啊 等等呢 都是 禁運之列 但是呢 在這個 走私 所謂走私就是 偷運這些 一些禁運品呢 裡面呢 也 賺了 很多錢 有很多呢 當然呢 是 借這個 戰爭 和愛國 名義呢 是發了財的 那些人像呢 打到最後沒有 那當然呢 死傷 人數 也不計 呢 中國呢 現在呢 共產黨的 人民戰爭軍呢 也損失很侵 很大 不要聽說 這個打仗 很英雄 英勇 上金領戰役啊 那些 描死人民的那個 英雄氣概很大 但是呢 死傷呢 很多呢 死亡 包括 孟宅東的兒子 孟宅東的兒子呢 是自動參軍的 他沒有 他沒有說 逼他 孟宴英參軍的時候呢 他呢 就 因為 他不是 沒有人出身呢 他不會 做一些 率軍的活動 他只是做一個 他在俄羅斯讀過 俄文 他做一個翻營語 但是呢 因為 有一次 在他的戰壕呢 在戰營陣地那裡 他呢 沒有受到 沒有聽到教訓 他呢 用 蛋炒飯 蛋炒飯呢 好吃些 那些軍隊都 吃東西都不放好啊 但是有雞蛋可以炒飯呢 他很開心啊 但是你不知道 這個烹飪呢 那個 裡頭會沒有煙的 沒有煙 就呢 雖然呢 你在掩蔽的 防禦工具裡面呢 但是呢 但是呢 敵方是美國 他下的炸彈呢 是可以燃燒 可以轉入深地 徹底轟炸 然後呢 他就 他就 在這個 被美軍 看到 這些炊煙的地方 知道那裡有人 他怎麼知道 你是毛澤東的兒子 是否兒子 那就 下了燃燒彈呢 來炸死 說話這樣說 說呢 毛澤東呢 聽到這樣的消息呢 他都很淡然 因為 他一定要表現自己是一個 無神論的堅持的人 他是社會主義 馬斯 恩格斯 思想的 革命者 犧牲了一個兒子 那個大兒子呢 亦無所謂 很悲傷 但是我相信呢 內心呢 真的呢 有切夫之痛 但是呢 在他 黨的歷史裏面呢 是不會記載 每一個筆 這一支筆 都不會寫到 那麼 那麼感性 好了 那麼 韓戰呢 終於結束 一一之後呢 雙方呢 就定立了一個 和平的條約 那麼這個和平條約呢 就在板門店呢 這個地方呢 簽署 我呢 有幸 80年代呢 去過板門店 參觀 在南韓那邊去 那參觀的版門店呢 呢 的手續呢 是幾奇怪的 首先 你報了名之後呢 要你出發呢 就要簽一份呢 我們叫做indemnity 就是換句話說呢 就是一種呢 生死啊 無怨的 傷殘都是一樣 無怨的 自願書 他寫了這個indemnity之後呢 如果在 中途啊 或者 受到攻擊 或者受到鼻雷啊 或者其他責任 你知道有危險的 你還撞過去呢 你死有預估啊 不關那個組織的旅行社 或者那些主辦機構 或者住這個板門店 美軍 或者韓軍的責任 不用賠給你 那我也要簽啞上去嘛 好了 第二 都幾有趣的 那去到之後呢 要搭車去到之後呢 那 那 首先呢 參觀一下 當年呢 開會那個會議室 是一個木建築來的 金字蛋 金字頂的 這個建築物呢 就剛剛呢 就 興建在呢 三百線的上高 一人一邊 就是說呢 俄羅斯中國的 和北朝鮮的 參與會議的人呢 多數是軍人 他們是坐在那邊 北邊 而呢 在南邊呢 三百線的南邊呢 那座位呢 就是 美國的軍人 然後美國的監察 和呢 監察國啊 和呢 這個 南韓的軍人呢 都坐在南邊 那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 就是 大家有支小的旗呢 旗桿呢 就 大家 動在他的袋面 不過 朝鮮呢 那邊呢 他的旗桿 是都要高你 一兩吋 他的咪呢 他的 米高峰 又要高你一兩吋 就是說 換句話說 他什麼呢 都要騎著你 這麼有趣 好啊 這個 這個 會議室呢 導遊呢 都警告你 喂 你不要亂踩過去 雖然你中間 再沒有 攔阻的了 但是呢 他都不需要 你不要 不要 不要需要你 千萬不要 搭過 雖然那天是沒有開會 但是你在窗口呢 你見到 隱約呢 那些 北朝鮮的 軍人呢 在那裡 窺視你 監視你 那麼 你周身不自在的了 因為他們呢 都背著 AK47 一強烈的 手提武器 在這邊呢 也有 暫光 在這個會議室 對開呢 在南邊呢 有一個呢 遼望台 有 憲兵呢 駐守 也在威風林林呢 這樣 拿著 機場 遙望過去 在北朝鮮那邊呢 也看到呢 他們的軍人 持著呢 AK47 也站在 他們的 遼望台 那個門口那裡 你千萬不要哭話 又不要跟他們說話 又不要拍照 很多事情呢 都是不能做的 那麼 他們的遼望台呢 聽聞都高過你這個 南邊的遼望台 一點點 那麼 以示呢 騎著你這樣說 那麼 這個 那個 板門店呢 去看呢 有這樣的氣氛 我不知道 隔了二十幾三十年呢 現在還有沒有 去當日的板門店 現在還有六個開會的地方 那當然呢 我們也是會 參觀一下其他的設施 譬如呢 當日的一個美軍 或者國軍的軍官酒吧 那裡面呢 我喝一杯 行談一下 休息一下 那之前呢 在這個會議室那裡呢 也有放映一些地圖 介紹一下呢 板門店的歷史 介紹一下 它地區的情況 那麼 也有很多警告 就是你們呢 雖然簽了indemnity 但是他們都要保護你啊 那有些什麼不能做的 譬如你不要越界 不要走過去啊 你不要亂拍照啊 亂拍照啊 亂拍照啊 你的軍隊啊等等呢 在那個講解釋裡呢 也有一些軍隊的專門人員呢 去搞到的 那麼 我們後來呢 又受了這次的經驗之後呢 經過沒有多久 好像一兩個禮拜之後呢 就發生了一件慘案 有美軍呢 和韓軍呢 在我們 板門店的附近呢 那條叫做 即是不歸河 不歸橋呢 Bridge of no return呢 就受到襲擊 被斧頭呢 劈死了 那麼我們雖然回來了香港呢 都看到呢都飆身冷汗 原來呢 都不是說百分之一百呢 是完全安全的喔 那麼 1953年7月27號呢 就是板門店呢就簽署了這個 這個 朝鮮停戰協定 就 不打仗了 那麼 當然呢 現在呢 在及後呢 的日子裏面呢 那麼 也是呢 美蘇兩國的冷戰 的最高峰期啦 那麼 那麼 這兩個年代呢 這幾十年代裏面呢 發生很多事 所以 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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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的傀儡政府呢 你整晚呢 也落個台 那麼 先 現在呢 講到這裡呢 我想再補充一點點呢 就是 現在的領袖 金正恩 那麼 那麼 2011年呢 金正恩 他百姨呢 就 去見馬克思了 那麼 69歲了 不是很老的 那麼 這位老友呢 我們都在 很多 香港的 傳媒都見過這位老友 那麼 他的 第三子呢 金正恩呢 就繼承了 世襲 真是 真是皇帝一樣 由金日成 金正恩 金正日 金正恩 傳到下來 這個肥仔呢 二十多歲 當年呢 我呢 看差了一著 我認為呢 這麼年輕呢 他 老爸 即使有很多 顧命大臣 看著他 顧命大臣 他呢 都不會 過得很輕鬆 顧命大臣呢 也可能 取而代之 如果一個 這麼沒有 軍事背景 政治背景 只能夠有他老爸 的 餘威 任務的人呢 在這些國家呢 似乎就不能夠 站得穩 那奈何 他不止是 站得穩 而且呢 很多 顧命大臣呢 都被他 名裏 暗裏 殺了 那些 那些呢 真的要心狠手辣呢 就是做得到 有些是他的親戚 那些是他的 很親 親 親的親戚 最近呢 在西加坡呢 就是 在南洋一大 西夏呢 就 他的 大哥 同父義母的大哥 另外一個肥仔 也被毒氣 毒 毒藥 或者有毒的物品 謀殺死了 成為世界的奇聞 究竟 怎樣 這樣的 謀殺手段 或者政治的手段 只是 真是很少見 找兩個女人 用手巾走過去 掩掩掩掩他 那接著呢 就不止 那更奇呢 就是 究竟這個死者 是不是他的 唐大哥呢 是他的 同父義母的 stepfather stepfather 都成問題 有很多懷疑 有很多陰謀論 那麼 現在呢 香港人事忙 很多時候 都不會追究下去 究竟 那兩個 美女呢 騰空的美女呢 和 所捉到的 其他 所謂特工呢 有沒有 有什麼下落呢 有沒有審判呢 或者呢 現在 那件案 怎樣再發展下去呢 是不是證實到這個人 死者是他的 stepfather呢 或者後面還有什麼 政治的故事呢 似乎呢 就 很多人忘記了 就當看長篇 連續劇這樣 過了算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那 金正恩上台之後呢 現在呢 斷了權 現在我認為他已經斷了權 他都 經常呢 搞一個呢 不要父子 營要核子 這樣的 綱領的動作 在2013年呢 2月呢 他說 爆炸了那個核肆 第三次核肆 那 還有呢 這個比較呢 嚴重一些的 但是呢 很多 消息是不特別 強調 或者提的 就是呢 他同年的 2013年的 3月5號呢 北朝鮮宣佈 當日寫下 那條 叫做 朝鮮停戰協定 剛剛上文說了 是 撕毀 是不再生效 不勝應 什麼停戰 我仍然呢 作為一個戰爭狀態 那第二呢 他又改了 他那個 國家憲法裡面 聲明的 這個呢 在修改 他那個 勞動黨 最高憲法 和勞動黨專程裡面呢 就說 刪除了 共產主義 和無產階級 專政這些字眼 這些字眼呢 在我們 祖國呢 中國呢 的 中共政權 都不敢去刪改 但是呢 金正恩 刪改 沒有 沒有了 共產主義 沒有了 無產階級專政 這些等等的 黨八股字眼 改為呢 它叫做 主體革命 改了這四個字呢 叫做主體革命 並且定名呢 北朝鮮呢 是由 金氏家族 世襲的 世襲啊 這個字很重要 這個呢 它叫做 百頭山血統 就是說 將來呢 規定了 肥仔 肥仔 金呢 的子孫呢 就是 會繼承 一個國家的大同 這樣也夠 但它又不是叫皇帝 但是呢 就是革命的領導 大元帥 大將軍 這個 這樣呢 一個動作 我覺得呢 是 就是相當大膽 外國人呢 就不能夠呢 批評 這個 肥仔 金 究竟這樣做 對與錯 但是呢 在現在的政治的潮流 和人的思想的 文明進程裡面呢 這個都是一個很大膽的 逆潮流 逆方向的做法 即使在 社會主義國家 或者在共產主義國家裡面 都是一個呢 相當大膽的做法 它真的夠膽 夠膽死呢 刪除了共產主義 無產階級 專政 然後呢 變成呢 金日成 金正日 思想 的 為主的國家 叫做 主體革命 即是說明我做皇帝 說明 是獨裁 但是呢 國內呢 反對聲音似乎呢 反對的動作似乎呢 一律受到壓抑 好了 說回剛才我們開始這個題目 究竟呢 中 美 和朝鮮 其實還有一個 俄羅斯 在這個 這樣的 對峙之下 這個 我為之叫 新 或者叫 後 後 冷戰 年代 這個情況下 是怎樣再發展呢 千頭萬水 真的呢 千絲萬縷 不能夠呢 一概而論 但是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呢 核戰爭 是一個相當 殘酷的 正如剛才我所講 是人類走向自己 毀滅自己的道路 的第一步 我相信呢 美國 更加知道 贏了 核戰爭 都對它國家 完全 百害無一利 那這個爛鬼 會不會 甘心死在一起呢 和你殉葬呢 我看呢 以 現在的 行為 行出來 又未至到 去說呢 爛江瓦碰陽瓷器 所以呢 我覺得呢 變化呢 莫測 我們呢 拭目以待 但是呢 今天呢 做這個節目呢 就講一講 北韓 的 北朝鮮的情況 和呢 講一講 這個 四國 或者三國 的戰略 或者現在的情況 大家呢 可能呢 再看新聞的時候呢 會有多些 新聞的 背景 新聞的通識呢 是可以呢 參照一下 今天呢 這個 預算可聞呢 呢 就 節目差不多了 那麼 下星期呢 呂 呂 希望呢 必定會來參加 那麼 跟我一起呢 再做回 一個 禁失敬話的節目 那麼我呢 就來呢 可以直接 啊 不用 越陽光播了 那麼 跟大家呢 比較親近一些 那麼 現在呢 這個 這個 摄影機 和那個收音呢 已經呢 因為我們 沒有捐款 什麼都沒有 是 自費了 增強了 希望呢 大家呢 聽起來 不要疾了疾了 那麼 今天呢 節目就這麼多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